孙艺珍与玄冰的世纪婚礼令人羡慕 却因这两个谎言引起热议 想当年《爱的迫降》不但引起了一波 包剧热潮 关于两位主角玄冰和孙艺珍的绯闻 也是闹得热哄哄 聚集播闭后 两人公开宣布交往 更是让粉丝们大喊激动 皆因他们郎才女貌 加上作品中展现的默契和感情 不走在一起也太可惜了吧 事隔数年 玄冰和孙艺珍携手走进教堂 让大众都非常惊喜 看着他们一起从否认绯闻 到现在公布婚讯 仿佛让人重新相信爱情 男生玄冰迎娶女神孙艺珍 相信即使并非两人的粉丝 也会祝福他们吧 不过在婚讯传出后 孙艺珍曾经说过的这两个谎言 却在网络上引起了网民热议 到底是什么 在公布结婚消息前 孙艺珍为了宣传新剧 39 曾经上了刘再熙的综艺节目 刘Quiz 当时主持人就问 有国民初恋之称的孙艺珍 属于他的初恋到底是怎样 孙艺珍听完后有点愕然 但依然向主持人抱以一个 招牌式的弯弯眼甜笑 并说现在的爱情就是初恋 这简单的一句 却在网络上掀起了无数涟漪 有人认为他的说法非常浪漫 却有人认为 孙艺珍在说谎吧 40岁的他 怎么可能没有试过谈恋爱 直到遇到玄冰才是初恋 小编却不是这样认为 并大胆地假设 孙艺珍的说法只是一个比喻 为什么我们总觉得初恋难忘和重要 因为是第一次 因为从没有遇过让自己心动的人 没有试过谈恋爱的感觉 所以会特别用心和投入于感情 把自己的爱都毫无保留地奉献给对方 不会害怕受伤 不会计较其他事情 这就是大部分人的初恋 孙艺珍会说现在的爱情是初恋 大概是因为他认为 玄冰就是对的人 让他可以忘记以往的爱情 让他可以把自己的心百分百地交给对方 可以尽情尽力地爱 同时也得到对方的用力回馈 纵使生命中有个其他对象 但遇见玄冰 心脏还是会像初恋般热烈地跳动 遇到了Mr.Right 或许就能让你把跟错的人 谈过的错误恋爱都忘掉 就像在恋爱路上重生的概念 那不是初恋是什么 随着孙艺珍的婚讯 他以往接受采访时 说过的话也一一被翻出 其中他就曾经多次说过 自己的择偶条件 只是喜欢善良和性格好的人 对于伴侣的外貌并没有特别要求 此话一出 让网民纷纷大喊 讽刺 笑说虽然孙艺珍对于伴侣外貌没有追求 却让他遇上了韩国四大公共财产 男神之一的玄冰 也太不公平了吧 很多人都说 一个女生的理想型很多时候都会跟自己的父亲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对于孙艺珍来说 毅然 曾经在一个访问中 孙艺珍就说过 自己的理想型 其实就是跟自己爸爸一样的男人 而根据他公开的家庭照可以看到 孙爸爸高大 憨厚 而且给人正直亲切的感觉 乍看之下 玄冰的确跟孙爸爸有着几分相似 难怪会成为他们家的女婿 事实上爱情和婚姻也是靠缘分相遇 然后靠双方的努力为绩 只要是对的人 什么择偶条件理想型 初恋也变得不再重要 祝福玄冰和孙艺珍能够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接下的内容更精彩 玄冰取对人了 婚礼请半个娱乐圈才花68万 孙艺珍穿平价婚纱超美 孙艺珍跟玄冰的婚礼 可以说是非常的盛大梦幻 光是嘉宾阵容 就请半个韩国娱乐圈 但是最近有还没爆料称 这场世纪婚礼的总共花销 大约在68万元左右 其中200宾客的餐费花了30万 婚礼场地的租金花费了21万 鲜花装饰花费了13万 相比较于国内的明星婚礼来说 真的是相当的节俭 当天新娘孙艺珍的婚纱 在价格方面跟其他明星比起来 也比较平价 但是在款式设计上 却一点也不输大牌高定 而且经过孙艺珍的完美驾驭后 轻松展现出了仙气飘飘的女神风采 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吧 玄冰取对人了 婚礼请半个娱乐圈才花68万 孙艺珍穿平价婚纱超美 孙艺珍的婚纱造型 一 主纱突出梦幻效果 造型优点 轻盈 层次感 优雅 在婚礼上 孙艺珍的主婚纱 可以说是非常的有梦幻效果 虽然也是高收腰与大摆群结合 但是却没有加入硬挺的群称 跟无数碎钻来进行点缀 反而是由多层轻盈飘逸的薄纱进行拼接 形成了很好的半透视层次效果 所以 看上去裙摆虽然比较大 但是却不会显得厚重 更有些女范儿 除此之外 在整个剪裁上也是融入了比较性感的路肩设计 正前方位置可以很好的与蕾丝元素结合 来丰富整个造型 打造出满满的精致效果 同时 路肩的设计下 也大方展现出了孙艺针的直角尖 跟一字形锁骨 如果说正面着重突出了优雅气质 那么 这件主纱的背面则更能够表现出性感韵味 深微领的路背处理 很好地凸显了身材曲线 配上白色长款 投纱之后打造出满满的朦胧美感 二 吊带方领婚纱 简约大气 造型优点 线条流畅 隆重精致 显身材 在孙艺针的众多婚纱中 身上的这一款 Alisab Bridal 2022年春夏系列 应该算是比较昂贵的 价值14万元左右 作为全球公认的先牌 Alisab的设计风格一直都非常仙女 这一款婚纱也是如此 将利落清爽的线条 与复杂精致的水钻蕾丝相结合 并且花朵图案从上至下 由密集到疏散 依次分布 形成了很好的层次效果 既大大丰富了造型元素 同时又可以轻松打造出 满满的浪漫时尚感 尤其是上半身的设计 让肩带与方形领进行融合 相比较于上面提到的 路肩设计而言 更多了几分端庄与优雅 配上高收腰大裙摆之后 轻松提高腰线 让孙力珍的身材看上去更加高挑 三 斜肩拼接婚纱 田园小清新风明显 造型优点 轻盈 文艺 温柔 孙一珍的另一套婚纱 则是来自于 婚纱女王Vera Wang之手 价值在6万元左右 整个的设计风格非常符合 当天孙一珍婚礼现场的基调 满满的田园小清新感觉 在设计中跟主婚纱一样 同样是以轻盈飘逸的薄纱为主 并且在设计时 还额外加入了蕾丝进行装饰 在裙摆处点缀之后 很好地缓解了裙摆薄纱的飘逸感 更有重量垂坠性 同时 肩带位置的斜肩设计 带有明显的不规则处理 褶皱元素堆积后 打造出慵懒风情 配上披肩与花环装饰 小仙女风采立刻展露无遗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 点赞 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 感谢大家的支持